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大年初二祝愿大家主恩本日 也很感谢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能够给大家一些祝福 今天所读的经文和这个祝福是一样的 在《文数记》第六章24-26节 《愿耶和话,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话,使他的念光照理,赐恩给你》 《愿耶和话,向你仰念,赐利平安》 很多时候这几节的经文我们都耳熟能长 因为在教会祝福的环节都会引用到这几段的经文 有时候你会听见牧者传道人 很多时候会引用到这几节的经文来讲道 在新年的时候 我想今天或者说这几天 拜年很多时候一入门口 大家就会有很多祝愿的 出入平安,身体健康,甚至是恭喜发财 有些甚至乎是橫财就手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想要的祝福 但当大家去听这几节的经节的祝福 又或者说你过往听的一些讲道 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件事我们忽略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质重点就是 阿神可以祝福我的什么 讲者很多时候也会说 阿神在你多方面都会祝福你的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什么呢? 就是愿 为什么他说是愿呢? 在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更有趣 耶和华晓语摩西说 你告诉阿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神要做的就做 就是那个人要给你 就给你 那你就接受 为什么这里好像是愿呢? 有一节的经文说 雨雪从天而降 却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 雨和雪落下来 神说要落就落的 没有问过你的 也没有说愿 降雨降雪落下来 雨雪从天而降 却不徒然返回 那为什么祝福又会是愿呢? 似乎当中好像说出一些变数 那变数在哪里呢? 这一道神所祝福的福 又是我们所要的呢? 我们很多时候的质重 就是可能 譬如我们单身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那个姊妹或者弟兄 我们觉得如果有了他 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年轻人 接着到事业 工作 我们觉得去到某个位置 那就满足了 升到某个位置 或者是我们事业 做到某一个规模 那就满足了 又或者呢 譬如未买楼 我们一直都会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 上到楼就好了 尤其是在香港前几年 楼价还很高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想上楼 然后呢 坊间的楼价又很高 那些发展商又怎样呢? 其实有点无粮的 老实说 出了很多纳米楼 那时候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看见 哇,哪个买? 那些买了死眼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很想上楼 好啊 在那段时间 希望镜头前面的 如果不幸的是你的话呢 就求主继续的带领 待会也会讲到 有关系到这一方面 我们看见前几年 就是我们过来 再之前几年 其实都差不多十年 十年前 看见很多人很想上楼 但是楼价很高 又上不了楼 然后怎么都要买一层 百多两百尺 二百多尺 那样 但是很贵 但是我们都觉得 上楼就好了 但是回头看回 你说好还是不好 很多时候 在人生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觉得 只要有了那样东西就好 但是我们其实忽略了 神祝福的福 和我们所想要的祝福 是有些不同的 而这里所说的 赐福给我们所说的 虽然有讲者会说 一级一级上 无论是中文 又或者希伯来文 都是在说一级一级上 但是这个一级一级上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神祝福的福 或者祂所想要的 是不是也是我们所想的东西呢 似乎不是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拿来 混合一大堆来说 因为这里所说的 不是说神祝福给你五谷身走和游 我们知道 旧约很多时候会说的 是不是 迦南美地 是流奶与蜜之地 他不是这样说的 就等于我们的华人社会 就会说什么 五谷丰收 是吧 儿孙满堂 这些就是我们觉得的福 以色列人在旧约所说的福 有很多的神祝福 这里也不是这样说的 这里所说的福是什么福 这里所说的福是 是保护你 愿耶和话 使祂的念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话 向你仰念 赐你平安 原来神在这里的祝福 是很大 兼且很深 都不是我们所斟着在外在 甚至是什么 恭喜法财 橫财奏手 等等等等 不是我们经常去想 我们有一层楼两层楼就好了 不是我们想 有多少钱就好了 我们可以退休 不是这些 原来他在那里 斟着的点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 能够承受祝福的人 在久不久呢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故事 无论是香港也好 全世界也会有这些事情 很久以前我看过有一条片 就是说美国有一个青年人 二十多岁 中了彩票 那你说大家 这个是不是福 绝对是福 橫财奏手 恭喜法财 都中了 但是呢 那条片在说什么呢 这个青年 二十多岁 中了彩票 他就拿去挥霍 游艇啊 怎样享受啊 这个镜头在那里拍的 在那里说 他那条片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可能是一个 跟踪他 究竟一个青年人 中了彩票 就是会有些片 有些照片在那里说 有很多很漂亮的 model的女朋友 之类之类 狂欢派对 然后到最尾 他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都没有到最尾 就是说他那段人生 那个财富去到最尾 他花了他的钱 然后他最终三十多岁 去扫街 当然扫街 都是一个服务社会的行业 我不是说什么 而是 那个财富 对于他来说 是不是一个福 在他人生最年轻力壮 最能够拼搏的阶段 二十多岁至三十多岁 他拥有了这个财富 但是居然他没有这样的 承受的能力去承接这个祝福 以至到他不单是挥霍了他的财富 他更加挥霍了那十年的光景 大家都知道 假设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二十出头 然后你需要 要处理你的工作经验 是不是 要到差不多三十多岁 所以 为什么有些人说 一些公司 其实 都不太愿聘一些新毕业出来的人 因为他要training 他要花很多资源去培训一个人 要起码三多年之后 这个人才是成为一个 帮公司剃造正值的人士 一个三十多岁 他用了大概十年 或者好几年的时间 去存他的工作经验 他开始成为专业 开始成为在那一行 有一定的能力 这样他才容易 再三十多岁 开始在人生事业上攀爬 但如果你那十年 好像是空了 由你三十多岁才再开始 比较难些 因为在同龄的人 已经是有一技之长 又或者是成为那一行 开始熟手专业等等 然后你才开始 那你就 可以说 跑输别人半条街 我们藉着这些例子 我们看到 原来 承受祝福的内涵 是很重要 不是今天你得到什么 在香港更加 正如这两条片 这几条片都有连贯 前两条片 我跟大家说 香港就好像 每十年就一个大的轮 财富大转移 然后我们发觉 为什么香港人 从当中 不会学到一些智慧 人的智慧 有一部分 是从经验 累积而来的 但是我们偏偏 在我们人生里面 看完其他人 上过高峰 又跌下来 上过高峰 又跌下来 然后我们又看见一些高峰 我们又盲目追了进去 很多人在香港 当股市在高峰的时候 又会成为 是百分之一类的受害人 当楼市到高峰的时候 我们明知道已经高到很多人都供不到楼 但是我们仍然会手持住 那层楼 除了自住 我们还希望持有多一两层楼 增加杠杆 一个盖一个 当楼市跌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香港人在财富大转移的过程里面 每十年一次 但是我们不断在这儿循环 而且似乎很多时候 我们不懂得在当中累积经验去学习 在我过程里面也有很多的受害者 我上一条片有说 在当中也会不单止在团体 在个人的心里面有流曲 历代以来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 每逢去到这些大时代 都会有很多心理上的不健康的出现 甚至去到抑鬱症 每一次都是这样 今次也是这样 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得着神的祝福 关键点不是神祝福给我们的什么 而是关键点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承受祝福的人 有没有留意他说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保护你 这个保护听起来都挺好的 有一个人保护你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就是每一个形容一个状态 或者是一个情况其实都有两边的说法 最近我经常都会来不来 都会跟我儿子说 当他说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说起 这个言词其实是从不同的说法来的 一方面是保护 另一方面 那个原文也好 又或者是说就算我们中文也是的 用另一个说法就是 有一个含义就是 有一个守护 保护守护 守护中呢 你也会发觉是有一些的折制 限制 禁戒 也都禁止 就是很简单 一个父母要保护个子女 那么怎么保护呢 如果是BB的话 不可以碰那样东西啊 电制不要碰啊 是吧 在他能够承受到的能力 就是那个损伤里面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让他尝试去碰 有些父母会这样的 尝试去做过一样东西 让他知痛 知衰 下一次不敢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太过严重的那些 我们都不会让他做的 就是譬如 你住在可能 是十几二十楼 香港很多高楼大厦 那个小朋友擒窗 那你当然是 是不是 当然你会做好一些窗花 那个小朋友不能够穿过去 但是这个某程度上 又是保护 又是禁止 是不是 所以当神说 他要保护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被他来限制呢 我们有时候会说 我要什么 我要某些小朋友那样 我想这样 我想这样 但是那些东西对于我们是不好的嘛 所以神是会限制我们的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呢 所以这里说 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 是有一个变数 差在我们要不要 神是要给我们的了 所以你会发觉 文造记这样记 你会看到以色列人 不断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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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很多时候他都得不着神的祝福 因为他们不愿意 不愿意受限制 不愿意被神所保护 保护是好听的 但是如果去到禁止 限制 折制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 然后他说 愿耶和华 使他的念光照理 赐恩给你 他的念光照理就是什么 我们的本相 我们这个人 有很多我们的参集 我们想要那样东西 譬如刚才我所说的 单身的 我们想要那个姊妹 我们想要那个弟兄 我们觉得 神给了我就是祝福了 神这个就是我的一切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需要神的光照 你看他什么 你想他什么 高大英俊 高富水 还是那个姊妹 人又漂亮又怎么怎么怎么 那些未必是我们所适合的 神要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参集 以至到我们想要的祝福 根本上你给我 正如刚才我所说的 任何人 不要说那个青年人 你想不想中彩票 有人说香港 这么多百万的人 个个都想中六合彩的 有谁不想中六合彩 不过我老实说 自从我回转之后 我绝对是没有买到 就是六合彩彩票 因为我觉得这些黄彩 我不想要 我求神来够规证我的心 走在神的路上 我就满足了 这里说 冤夜话 向你仰念 赐你平安 向你仰念 赐你平安 这个平安 是一个 他的意思是健全 在旧约这个平安 是一个和平 健全 无论是身体的 心灵的 一个健全 健全是什么呢 是人与人的关系 亦都说到人与神的关系 这个平安 指导的意思 是这样 那我们又愿不愿意 这个平安 不单是说 你 呃 总之你想走去哪里 想出去哪里 进去哪里 都能够得着平安 就是好像天下任你行 那样 大地在你脚下 那样 不是 而是 在 所有的人际关系 所有的身体 心灵 都得着 康杰 对神 对人 我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我们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愿 我们想不想 神很希望我们能够恢复 一个这样的健全 一个和谐 一个心理 环境的一个平安 当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平安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承接住 在外在 五谷 伸走 和游 爱在这些财富 或者说 有很多爱在的好 所以这一道 这条片 很希望能够 给予此 劝绵 给予此鼓励 但是 当我们过年 我们很希望 给予此祝福的时候 我们不要忽略 当看见 文数记这里所说 愿 什么福 什么福 愿神 愿耶和华 赐福给我们 我们不要质重在外在的福 如果神要祝福给我们 这些根本上 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变数 就是我们的心 如何面对 如果我们的心 未调教正的话 其实 我们无论多走多少年 我们都不能够得着真正的福 我所说的真正的福 不单止是内在 你不要说 你说来说 基督徒就是说 神就是我们的祝福 主耶稣是我们内在的平安 不单止这些 真正的福 神是要我们的 是内外都得着祝福 神不是要剥夺我们的 我们曾经都说过 神是要我们能够内外 都能够承接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 新年 祝愿大家 得着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 在这里我们有一点讨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向着我们的意念 是像平安的意念 是像福的意念 在这里 我们看到 你巴不得 我们能够得着 你所赐给我们的福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 我们不知道 原来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里头 是不能够承接你给我们的福 有时候我们得着了外在的 在人生里面 我们看到 很多人得着了外在所谓的福 反而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反而令到他们的一生 败坏 神啊求你得着我们 从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从里面去改变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承接你祝福的人 主耶稣我们将 镜头前面 包括小指都交在你手里面 新的一年 求你 带领我们每一位 能够里里外外 都能够承受 蒙你的祝福 我们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这条片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信仰分享片再见 拜拜 霉的 changes 庭等一位 词塞主的靠 disf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